要跟各位抱歉一下 因為我們時間表定時間才11點 這是中所的觀念 所以以後我們是不是開放大家主持的時間 我們繼續往路上 時間到11點半 我們繼續往路上 時間到11點半 我們再三個問題 我們再主持人都不知道時間 好啦 我們再開放 不要激動 阿伯安女士 要尊重啦 你不尊重啦 你還要多大個 要尊重啦 要尊重啦 剛剛鄭律師已經解釋了為什麼 柯B沒有辦法 他的行政材料解釋沒有辦法 可以立刻解約這樣一個動作嗎 這是很多民眾 一般很懷疑的一件事 第二個事情要再請教一下 他到底有美國籍嗎 如果他有美國籍 他才沒有 怕你在政權不政權 怕你 我們台灣人是怎麼這麼謙虛 這麼科技 這麼憨厚 好像該永限制出境 你們為什麼不把它加深 沉級到 申請羈押的一個 一個這樣的狀況 就像我們說 永社所提出的這些證據 都是什麼 千真萬確的最早的證據 對不對 要是我們台灣人 我們這麼客氣 這麼善良 跟重好 不敢用更重的方式來處理 謝謝 那補一個 你剛剛說的那個國發院 他過幾千瓶而已 兩萬四千瓶 我們實在 現在那個定主 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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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是的 兩萬四千瓶 不是八千瓶 是你的三倍 是三個問題 好 來 請問 好 問題一次 一次 來 請 來 我想問的問題 是我想 我想根據黃定英的那些statement 事實上 是可以構成新制出境條件 那鄭玉書我想問你一下 我不曉得在時間追溯期 那當時馬英九在當台北市政府 這些有類似堵職的一些案件 有沒有辦法再從這個監察院裡面 再從那邊著手 這些不外的問題 因為那時候是 那時候行政違法的事情 應該堵職應該可以加上條 那我最近看到浩鼎這個事情 我非常有興趣看到 為什麼馬英九一直要 翁其衛總統 翁其衛回來 那其中有一件事情 媒體說 爆了一下 就不見 他談到螞蟻 談到兩萬七千股不見 那這個事情 我不曉得到底有沒有任何牽涉到 馬英九的公關的部分 我覺得應該去想辦法去做問題 因為最近非常悶 那當然是有這個金流條件 但只有檢調才有 那這地方應該可以即使去查 查看到底有沒有公關股的問題 這蠻重要的 我覺得金流是最快 金流抓到什麼都沉悍 沒有金流什麼都不用談 那只能會贏會生 所以浩底這公關股 兩萬七千的公關股是蠻重要的 好 這是重心的 最後一多一點 我要請 tram政立司 剛才你剛剛說 他很多 所以原商的客戶有精髓的維繁 是不是維繁的企業有沒有效果 是不是可以把法律 當然要經濟法律 要看法律這是無效 這個新聞怎麼經常說 科比要跟人家說 可不可以 要用錢買 會 拜託你給我們再解答 謝謝 醫生 因為我們時間關閉 現在的新聞回答是怎麼回答 先回答這位先進的指教 我覺得你剛剛提的我是蠻認同的 其實金流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但是你要查金流 一定是要檢調才有強制處分權 再來就是說他要有意願 那我是覺得這個案子查得到什麼查不到 你有沒有意願 再來你要找對的人去辦 就是說其實檢調也有勞工的 我們在辦案子就遇到很多勞工的 一個明明可以辦的案子 他就隨便給你簽解掉 我們不要說政治性的案子 一般的民間的案子也會很多 所以你要找會辦案的人 那當然那個時效我覺得這個時效是沒問題 剛才有幾個案子說那個大據檔案子 能不能解約 其實我的調查辦公室是認為要直接解約 那現在為什麼會這樣 我也不知道啊 我也沒辦法回答 再來其實我們五月三號那個連政委會開會 我還是比較建議就是說 柯P的市長院內做這些事情 真的是要比較透明開放 你真的是如果你決定要解約 我覺得他裡面的這個判斷 我不瞭解為什麼形成這樣的看法 眼熊哪有刻意說 你合意解約 然後你嫁了跟他可能討 我沒有看過這種案子 所以他可能想了一個是 我覺得他們想了一個太天真的想法 眼熊就是 光看他的判斷是對 眼熊是馬英九喔 這個扣算是沒錯 為什麼 他那天要承認920的密會 他就是要把馬英九抓住 所以李樹哲去否認 他去承認 這是很有趣的現象喔 李樹哲第一個時間是否認有馬趙惠 但是趙人熊第一個時間是承認 代表什麼 趙人熊要把馬英九咬住 那才會趴他的保護傷 那趙人熊既然是由馬英九當特殊 他會真的理你刻批嗎 他會好好跟你談談 不可能 所以我覺得他在這個部分的判斷 是有點問題 再來就是說 因為媒體有在報說 是不是有幾個財團有興趣 我覺得我也會提醒他 你後面的程序你也是要公明 公開透明才可以 那其實我在5月3號提了一個叫做 聽證程序 我就建議說大據當然 你就是要走正常的聽證程序 然後你再去做決定 你們不要自己關起門來 幾個市政府官員 就自己去做決定 你要做決定之間 你這個程序要透明開放 引雄處來講 你市政府局處出來講 相關團體處來講 你才去做決定 我覺得這是比較好 當然 我覺得阿拜 第一個是520之後 這個馬政府任內的一些 窩錯事都要挖挖挖挖 這個是要做的 但是再來就是520之後 台灣整個要正常化 民主化 民進黨的執政 也是要照民主的程序 公開透明公平公正 好好去施政 我覺得這才是台灣未來的 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縣軍有教 解釋一下說 我剛剛永釋明天的這個動作 這個提出告發 能限制 申請限制出境 其實是希望做一個拓口而已 各位很清楚就說 今天要查真正 不管是賭職或貪污 馬英九總統賭職或貪污 的確是要經流 要以經流為主 那問題是說 我們既然沒有公權力 我們也只能夠就目前為止 看起來 永釋整理起來 比較證據 比較清楚的 這些案子 比如說告發 當然 有一個也是自我保護 就是我們相信 我們以為我們法律專業 我們提出這東西 不會有誤告的問題 當然就是說 今天我們作為一個 法律專業 也不能夠亂告 所以一定要有一些 諸史馬跡 一定有一些證據再來處理 但是我們希望說 檢察官收到這樣子 能夠以這個作為破口 所以我還是強調 我們只是就點些打擊 那全面的沒有錯 其實傳聞非常的多 傳聞非常的多 包含像之前頂星的政治先進案 當然特徵組認為都沒有 這是什麼什麼幾義幾義那沒有 然後甚至於還幾個名嘴 講的還不算 就是毀謗罪 所以我們認為說 但是你說真的有沒有 其實真的還是 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可是有一些特徵組 事實上沒有交代 像剛剛這位先進講的 那這個包含之前 那個巴拿馬佩克 不是也有出現一個英倫的名字 跟馬的 跟馬總統的 意味清楚也有關係 音聽起來像對不對 後面有沒有更深的東西 而且是不是據傳 有很多的政治先進 就是至少目前為止 依照國民的經驗法則 完全沒有辦法接受的是 馬總統兩次的 總統選舉的 這個選舉支出的申報 沒有人相信 選一個總統收入4億多 支出4、5億多 大家相信嗎 沒有人相信 那這個是他行政責任 我沒辦法告在這個 刑事案件的 刑事責任的追究上面 但是你說那裡面有沒有問題 他有沒有像剛剛政律師講的 的確有沒有國外政治現金 一定有吧 那到底有沒有申報 這個有沒有違反政治現金法 這個我們都沒有證據 沒有公權力 所以我們只能夠拿有證 有比較有 這個 視證明確的 先提出告發 當然希望檢察官到時候能夠 不是只有點 在全面性的去查 那另外來說 我們為什麼只申請限制出席 沒辦法申請羈押 因為申請羈押要件 是有一個是要被告經檢察官訓問後 現在大家知道他當總統 沒有一個檢察官問過他 有沒有羈押 有沒有辦法羈押 所以我們只能夠先符合法律要件 先申請限制出席 因為限制出席 基本上就 他至少是一個禁款通知 就不需要透過 透過這個 先訓問過被告 但我還是強調說 我們先提出這樣子的告發 那檢察官在訓問過後 認為他犯罪嫌疑重大 真的以阿扁的這個獲得的待遇 來做一個公平的處理 那時候他們再來申請羈押 我覺得還是我們現在只能呼籲 然後先提出這樣的一個告發 那明天這樣子做的話 後面就是希望檢察官能夠認真辦 謝謝 剛才那個土地八千三百九十三平 一瓶賣五塊 這個是葉宋人的自己的書章上寫的 以上補充 謝謝 謝謝高高 但是是八千多 那因為我們要走法律土地 所以一切一定要有很明確的法律證據 我們就有法律法 所以我們不能憑自己的 這一個想像或者自己的感覺來行使 因為要到這一個法庭上面 那就是要有民謠局的爭槍實戰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要有這樣子的一個 要有這樣子的一個專業以及證據作為背景 你去打這場仗才有可能有一些進步 要不然那個都是如果說只是這個天女上花式的那種 有點像類似作秀式的那個動作 那事實上對於真正案件的偵查不會有太大的幫助了 那這個是我們我想站在一個這個法律人的一個專業上面必須要秉持的一個原則 好 那 那 如果說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那如果說 理事長 那理事長來做個 好 那也就是明天早上 再跟大家 我們各位有一個再報告 明天早上10點 我們會在台北地監署 案例告發 然後以及這個做這個限制出境的申請 那 感謝感謝大家今天的參加 那今天這場到此結束 謝謝